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田茂村的快乐访谈 这一次呢我们有请到了 我们田茂村的三个人才 菜彩是利夫 还有宝宝 当然了 我们的场地只用钻石块铺设的 怎么样 豪华吧 是为了凸显我们访谈的重要性 今天呢我们就先采访一下宝宝 宝宝呀 你玩MC的这两年当中 有哪些快乐的时光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宝宝 别吃小鱼干了 哦 我记得我当时被僵尸三兄弟欺负 是呆呆替我揍了这群僵尸 现在想想都还很开心呢 还有我每一次来找呆呆 呆呆都会把他的宝箱给我看 还给我很多小鱼干吃 跟着呆呆村长有吃有喝 特别开心 宝宝快进来 你看这么多的箱子可都是我的 箱子里面有宝贝 你快看看 好了宝宝的回忆呢 非常的感人 宝宝 你这样说 我都不好意思了 好的 下一位呢 我们采访一下史蒂夫 史蒂夫呀 自从你当了我的小弟之后 你有没有哪些快乐的日子呀 我和翠花分手 是老大 你带着我出去散心 我们还到蝴蝶谷 看漫山遍野的香花 真是一段难忘的回忆啊 这里竟然是你和翠花约会的地方 哎呀呀 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啊 无论我遇到什么困难 老大 你都会救我 虽然救我的方法 称奇百怪 但是我知道 你不会把我丢下的 哎 史蒂夫 你出来了 老大 你好好很耐心啊 第三位 我们采访一下蔡蔡 蔡蔡呀 自从你跟了抱抱之后呢 在我们铁帽村 有没有哪些快乐的日子呀 我被寻孩子抓走 是史蒂夫和呆呆村长 不畏艰难寻找我 还求钻石公主帮忙 当我被救出去的时候 我在想 有你们在 真开心 史蒂夫 呆呆 你们终于来了 我都快饿死了 我还以为 你们把我忘了呢 蔡蔡 你就放心吧 有我和史蒂夫在 不是 so easy吗 说起熊孩子 我就来气 不行 我非要找他理论理论 当时为什么非要抓我 哎 蔡蔡 别冲动啊 别冲动啊 这个蔡蔡 说着说着就上火了 我们只能祈祷 这个熊孩子 好自为之吧 好的 我们铁帽村的快乐访谈 就到此结束了 看来大家的快乐 都有呆呆村长的参与哦 我真的是好开心哦 老大 我们访谈结束了 是啊 史蒂夫 结束了 老大 那没啥事 我就先去卖我的嗨科技了 哎 史蒂夫 不 不都待一会儿了 宝宝 你也要走吗 当然了 我可是被你卖给钻石公主了 我还要回去吃香的喝辣的呢 哎 别走的呀 我请你吃小鱼干 菜菜 菜 你呢 你要不要留在我们铁帽村 村长 我还要回去给别人打工呢 你别忘了 我被你拍卖了 嗯 这是开业宣传单 有空来找我 哎 菜菜 别走啊 你们怎么都走了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啊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们的支持和喜爱 我们热爱这个游戏 不仅仅它很好玩 更重要的是 通过它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欢乐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能够一起快乐下去 因为热爱 所以坚持